这学霸赚钱果然跟一般人不一样 就读台大电机所数二班的赖申奎 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当六年家教 轻轻松松赚进两百万元 天哪才六年的时间就能存到两桶金 到底是怎么赚的 原来赖申奎目前手上有14名学生 如果教的是高三数学 赤申就从1000元起跳 交微积分的话 赤申就有1500元 如果是交短期的工程数学 赤申更可上看2000元左右 至少都有大概8万吧 如果有时候学生加课的话 大概就是10万以上 这月新直接是一般上班族的好几倍 听到这大家是不是都想要转行去当家教啦 毕竟这生意听起来真的太好赚了 不过没有三两三不能上梁山 这份工作可不是人人能做 1111家教网调查发现 近年市场对于家教的需求量有大增的趋势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近年来课刚改变 家教学生还要准备各种学习历程的资料 一般大型补习班已经无法满足家长需求 才会让家教越来越抢手 根据统计最热门的数学理化科目 家教终点费平均落在500到800元 英文时薪也有400到800元 而这位学霸赖森奎可以拿到比平均时薪更高的薪水 他认为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经营自己的品牌 原来过去他曾参加国高通生的复习讲座 当时自拍免费的数学教学影片 因此才会有人特别来找他来当家教 靠着口碑宣传让他的时薪节节高升 目前他还打算经营收费的教学网站 并贩卖过去的教学讲义 看来这学霸的脑袋真的是随便一想要到处都是赚钱的商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